大家好我是FM 今次為你介紹深圳灣萬象城的大貓展 它有兩邊的 首先我們乘地鐵去到後海站G出口 去到G出口之後 看到兩邊都在賣廣告 這個貓展是做到10月30日 現在都有很多人在這裡打卡 它分別有兩個位置 我稍後會特別強調在哪裡入 因為另一邊我都要找了很久才找到 紅色的廣告牌 全部你可以打個QRO號碼 跟著做會員 買滿多少錢 它也是有優惠 還有還可以早分 也有新客禮遇 這個地鐵站見到很多的店 野獸牌 有些香薰藍燭 花 還有一些朱力店 現在我們就要去找看貓的地方 這裡全部都是賣美妝的店 還有Dyson 可以上去看看 這是一間好型的灑窿 你看出去都不覺得是灑窿 好了 現在我們就要再上去 已經到了這個商場 外面已經見到 應該走這邊 好 嘩 頭風又大 這個商場也很餓 一看就知道已經很高級 全部都沒有排店 大貓真的在這裡 原來上面這裡也有些藝術品 連顧客服務部都放了一隻貓 在這裡 一出到這個空曠的地方 就看到一隻大毛毛貓已經在這裡 就在這個萬象城的旁邊 原來這裡又建了一個新商牆 就在這裡 一早 我們現在九點鐘 十點鐘左右 已經這麼多人來這裡 要打卡 好了 我打卡 這裡一早已經有很多家長 帶小朋友來這裡拍照 另外有些小朋友 是穿得很漂亮 是精心打扮過的 好像這個女生 穿到粉紅色的恐龍衣 而貓的造型也挺特別的 好像插了隻手去地球 有很多女生都特意化妝 來到這裡打卡 這隻貓的毛毛很特別 它用膠一條條像飲碗一樣做出來 這裡就見到一條大貓尾 這裡見到小朋友都做出不同的動作 很可愛 這個位置可以看到全隻貓 有一條大尾 這隻貓是有一條金色的頸圈 一條很大的貓尾 然後是這隻貓 這麼早就這麼多人來打卡 而這隻貓的造型很活潑 好像被人抓肚腩一樣 這裡我都特意放了很多有小朋友的照片 還有這些美女都是扮貓的樣子拍照 這個公園都不算很大的 這個公園都不算很大的 都很曬和很熱 那就要找適合時間去拍照 而這裏不見有任何打燈 所以日頭影是會比夜馬影更加美 這邊看下去就像貓在一條捉衣欣 這隻貓就用棵樹來磨爪 好 這隻貓在過馬線 來到這裏都很漂亮 全部名店 這邊就有隻大貓爪 那裏就有貓頭 還有人叫吹波波 除了一隻貓手印之外 這隻貓就好像在貓鬥裡走出來 這些膠公仔都很大隻 有成層樓那麼高 這幾張圖就可以看到貓的比例 而走廊上面也有隻貓在玩 跟下面的LED那隻貓是互動的 而再高一層也是看到有隻貓 還有一個大的地球 我特意走到入商場 看看有沒有近一點的位置 拍這隻貓 原來是不拍不到的 在這裏也看到有些模特兒和攝影師 在拍一些時裝廣告 大熱天時穿著一件長洞 在拍冬季的廣告 當然要拍一份 有個很可愛的小妹妹爬上隻貓去拍照 很漂亮 這裏就是其中一間名店的裝飾 我繼續找另外一個有大貓的地方 由於我刀了很久 終於找到另一個長的貓館 但告訴大家 原來在地鐵站沿著G出口 剛才我們進來的位置 左手邊這裏有個小的門口 沒有任何指示 這個門口就可以去到另一個場館 就是來到這一個場館 而裏面這裏見到 就是一個寵物用品的公司 叫做B-Pet 這裏看到的貓就是啡啡的色 不是白色的 亦都是很活躍的 在一個好像草地上面 真是玩的 我躲在大貓肚腩下面 這裏就見到很多貓在這裡捉音 這貓的造型做得很生動和很活躍 雖然這麼熱 其實也有幾多人過來這裏 跟他們拍照 但這一個位置就是最多人分略了的地方 而這裏有一個叫做假日營地 是可以在這裏喝茶或者晚上 茶一茶 而這次說的貓展也都到尾聲 如果你要去的話快點 趁10月30號前 喜歡我的影片請按LIKE 訂閱及分享 拜拜